好 这个上礼拜4月3号花莲发生瑞士规模7.2的地震 那么全台都能够感受明显的摇晃 而花莲地区多处灾情严重 地震当天涉及在富里乡的张性驾驶 因为地震造成山崩 那么它在台巴县180.5公里处遭到巨石压砸而不幸意外身亡 那么乡长江东城得知消息之后呢 是前往致意悼念 并且立即责成承办客室 协助亲属办理乡民意外保险的理赔 那么这起案件呢 也成为富里乡第二期的理赔案例 上周4月3号上午7点58分 在花莲发生瑞士规模7.2地震 全台都能够感受明显摇晃 花莲地区多处灾情严重 而地震当天涉及在富里乡的张性驾驶 因为地震造成山崩 遭到巨石压砸而不幸意外身亡 商长江东城得知消息 已经前往致意悼念 并且立即责成承办客室协助亲属办理乡民意外保险的理赔 而这起案件也成为富里乡第二期的理赔案件 14岁的张性民众也在刚好在重等的地方做一个临死工 遭受到巨石的一个举重 重伤不致死亡 所以身后留下了一对子女 所以目前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除了我们主动就主动的跟这个 他的遗孤做一个相关的联系 然后把我们之前我们富里乡 这个办理的团体意外的一个保险 来做一个像他相关的子女做一个说明 所以我们替保险公司相关的程序 我们帮他办理 有这个30万的一个意外的一个保险的一个补助 富里乡公所在元月1月起 为富里乡亲投保团体意外保险 乡亲无需另外提出投保申请 最高理赔保险金额是新台币30万元 凡在保险期间内涉及 本将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导致身体组织或是器官一部分全副丧失功能 或是不幸生亡时 即可向三公所提出领培申请 记者高双双会相采访报道